Hello! 微博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anice 吳亦格 Hello! 微博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迪郎 好迪 今次我是飾演裡面的女主角 叫做阿美 她是一個戲嬰 被我的爸爸找到 她就照顧我長大 我喜歡唱歌 這個故事就是講我長大 和慢慢變一個很大的歌星的故事 我是雅叔 我收養了這個小朋友 我希望他的成長獲得快樂和幸福 因為生良不及養良大 基於一念仁慈 我接收了這個小朋友 撫養的成人 他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出色的藝人 我覺得他的方向很適合 當他在社會上名稱 就是那個時候 我就感覺到自己的身世 有些卑微 就跟他有些距離 所以我希望就成全他 不敢認他 過程是相當曲折和感人的 這部電影我都看過很多次 而且這次很開心 我和阿格加 一起合作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歌手 謝謝 就是說 我是雅叔 我希望這個小朋友的成長 快樂和幸福 作為一個演員 起碼有這個潛台詞 有這個對這方面的準備 因為不需要太多 因為要了解到他的背景 和他的真實性 他是一個十方者 他的教育水平都不是十分高 這樣就很樸實地演草根階層的人 很不一樣 你女兒厲害 她第二次 還是第一次 香港學習 不要這樣說 快點說一下你的心得 我就興奮的 雖然是說第二次做 但第一次的戲份都沒有那麼多 我是歌手來的 所以演戲的方面 就要跟我的爸爸請教 壓力是有 但未必是技巧方面的壓力 因為這次是音樂劇 唱這些歌 不只是為了表演這些歌曲 是希望透過這些歌 可以傳遞一些訊息給大家 是的 是的 我反而覺得 我邊唱會帶我入戲 因為我是比較 我唱歌唱到我的演戲 就比較少一點 有時候我會覺得透過melody 可以幫到我再入這個角色多一點 嗯 有不同程度的 有些人會觸景相情 有些人會心同感受 就視乎各個人 但我看這個戲都看了很多次 我每次都有感動 是的 是的 會的 其實特別是 自己做了歌手之後 再看回乘坐車電影 很多 很多感受 可能 再小一點的我 剛剛入行的我 就太過於注重工作 這件事 現在大過了一點 又自己在台灣工作 現在每次回香港 都會找時間和家人相聚 再累也好 吃頓飯也好 就是 都希望大家看 《搭錯車》這個音樂劇 看完之後的感受 會跟我相似 會珍惜當下的 我就覺得 不是很需要培養的 因為 第一次見面 我就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很 其實迪洪大哥有少少像我爸爸的 是的 其實我很少見爸爸 現在可以當 迪洪大哥是我的爸爸 是的 謝謝你 我們覺得 這個電影圈 很需要新的潮流 和新月 我們常常說 成仙啟口啟往開來 現在看到 這麼聰明的後輩 慢慢地和他一起合作 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接下來 就希望各位觀眾 留意我們的音樂劇 支持我們這個音樂劇 《搭錯車》 裏面有很多很好聽的經典金曲 還有有迪洪大哥 是的 有你